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根据加州就业发展局的报告显示 湾区和加州9月份的工作机会大增 从2010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 加州已经连续115个月 工作机会一路攀高 今年9月加州失业率跌到4% 创下历史新低 从2010年2月到今年9月 加州总共增加了330多万份工作机会 这个长达10年7个月的就业扩张期 打破了1960年代 连续113个月就业机会持续增加的记录 湾区经济和工作机会仍然领先 加州其他地区 同时继续领先全国 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 这12个月内 湾区9个线的新增工作机会 不但超越加州其他地区 也超越全国 加州经济蓬勃发展 但是欧克兰无力租房子 只能住车上的游民人数 在过去两年却翻倍成长 欧克兰每两年会进行一次 为其一天的游民数字调查 最近的调查发现欧克兰的游民人数暴涨 2015年游民人数是2100多人 2017年增加到2700多人 比例增加了两成六 到了今年游民人数暴增到4000多人 增幅超过四成七 Alameda County是加州所有城市中游民人数增幅最快的州 现在欧克兰每10万个居民当中就有900多个人是游民 旧金山每10万个居民当中有900多人是游民 Berkeley每10万个居民当中有800多人是游民 这几个城市已经陷入游民危机 湾区的另外一个危机是无法预测的大地震 加州位于地震带 从北加到南加都处于断层地带 其中东湾的黑纹断层更是被称为全美国最危险的断层 科学家预测在2043年之前 湾区发生大地震的几率高达7成2 黑纹断层发生大地震的几率最高 黑纹断层上住着200万人 人口密集从北到南经过11个城市 包括Richmond,El Cerrito,Berkeley,Auckland,Saint-Liedro,Hayward,Union City,Castro Valley,Plecenton,Fremont,还有Saint-Hose 感谢收看,我是李挪亚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